香港寫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有錢的富豪數不勝數 再加上前幾十年港魚發展的風生水起 不少歲的美女前婦後繼如雨後春順一茶接一茶 那些富豪看中了娛樂圈巨大的發展潛力 還有哪一個個嬌嚴的容貌 受一個接一個的身向那些出身低微 急需拯救的美女們 2011年 鶴王陳國強牽頭的財團入主TVB以約86億元的代價 從少市兄弟手上取得TVB268分號的股權 從此TVB譽四十年的邵逸夫時代正式結束 陳國強成為了TVB的新老闆 可以說從2005年開始 陳國強就一直在收購TVB的股權 歷經長大六年的收購 終於成為了TVB最大的股東 TVB真正的幕後大Boss 而陳國強之所以這麼瘋狂收購TVB股權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除了想靠影視行業勾金之外 還未了方便自己拋扭 借著職務之便 陳國強碎片了TVB女性 換女人如衣服 連女性追擊手 流連紅漢了 恐怕都要自愧不如 2005年 熱衷於收購TVB股權的陳國強結識了TVB 當家花彈業傳 內心躁動不易 陳國強追女人的方式 很簡單也很粗暴 無非就是雜錢 為了追到葉船 他投其所好 小到送花送吃的 帶到送各種名怪禮物 製造各種浪漫驚喜 戀愛佬上頭的葉船 沉浸在陳國強的浪漫攻勢中 無法自拔 和他聚入了愛河 葉船以為 憑借自己的美貌與智慧 能成為老闆娘 可令他沒想到的事 陳國強只是和他玩玩而異 於是乎 兩人的戀情 猶如譚花一現 來得快也去得快 沒過多久 陳國強的身邊 就沒了葉船的身影 2006年 陳國強又描想了TVB的另一位花彈郭倩尼 忍不住摩拳策掌若若欲視 看見郭倩尼的第一眼 陳國強就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執行能力很強的陳國強 勒馬對郭倩尼 展開了瘋狂的追求 女星佩甫相 向來視娛樂圈的表配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郭倩尼投入了陳國強的懷抱 異人你農我農 如膠自殺 陳老闆也肯貼心 不僅對郭倩尼一紮千斤 而且虛寒問戀 關懷備示 背靠戴樹好承亮 有了陳國強的參要 郭倩尼的生活質量水漲船高 演藝資源比之前更好了 陳國強帶手一揮 直接投了巨資 為郭倩尼量身訂造了電影臥苦 和陳國強再一起 雖說有很多便利 但保質期很短 陳國強是絕不可能為了一朵花 放棄整作花園的 等新鮮感一過 陳國強便瀟灑轉身 逃留郭倩尼原地痛失金柱 同樣是在2006年 陳國強和名模洪戴林 傳出了飛聞 陳國強再一次活動中 喊口了洪戴林 對他一見傾心 主動發起了攻勢 洪戴林自然是不會放過 這麼好的機會 接過了陳國強拋來的橄欖絲 兩人拆出了愛火 可惜的是 想攀高斯隔入豪門的洪戴林 根本號奪不住陳國強 此事和他發生了一段露水情緣 繼紅代林之後 記者拍到陳國強和女星張玉山 一起在加拿大度假 兩人舉似親密 愛媚不宜 張玉山寫過名字 也許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他出道很早 退圈也很早 張玉山15歲就出道了 唱歌 演戲 拍廣告 發展得還算不錯 25歲的時候 張玉山發現做藝人 並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 他對做生意比較有興趣 於是帶著多年的積蓄譚圈創業 後來創辦了修新唐控股有限公司 年紀輕輕就成為了上市公司主席 是一位例子又漂亮的女強人 陳國強肯欣賞張玉山 喜歡他漂亮又能幹 把陳國強迷得神魂顛倒 深知女人心的陳國強之道 追求張玉山不能和普通女星一樣責錢 張玉山不缺錢 他缺的是陪伴和關心 以及跟他同憑談得來的人 陳國強和張玉山都持拼商場多年 有很多共鳴和話題 雙談心歡 談著談著就同行非到了國外 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度假時光 興許是太容易得到的不會被珍惜 再一起沒多久陳國強 陳國強便對張玉山失去了興趣 兩人又造回了朋友 當記者到兩人是否一起去國外約會時 張玉山改口表示兩人是生意夥伴 一起度國外只是談生意 依舊是在2006年 前隔陳國強和張玉山談完生意 後隔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姿勢 毛鳳涵接上了周文爾 周文爾是無德出身 膚白貌美身材搞好 2003年簽約無線 之後再無線當主持人和拍戲 美貌過人的他身邊不乏追求者 媒體報導陳國強出手闊卓 送給周文爾一套價值三千萬的豪宅 周文爾也被人咎病 是見前眼開的拜金女 或許是害怕明星和事業受影響 又或許是死鴨子嘴硬 周文爾解釋自己不認識陳國強 也沒有收過他的豪宅 隨著時間的流逝 兩人之間的桃色飛聞 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7年 陳國強身邊已經沒有了周文爾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蛇絲曼 這一年 陳國強和蛇絲曼多次在活動上相逢 看著魅力十足的蛇絲曼 他久久不能平靜 暗地在心中發誓 一定要將蛇絲曼拋到手 他不費取悔之力 就要到了蛇絲曼的聯繫方式 並且通過強大抽能力和拋扭手段 斬了蛇絲曼的方心 情難自禁的兩人一起同有我們 當眾親熱 旅程結束後 蛇絲曼在陳國強的幫助下 得到了美女色神的女一號 雙方各取所需 等得到想要的東西後 變好最好散 互不打擾 2010至2015年 楊怡、鍾嘉欣、陳法拉、徐子山和胡亨 被稱為KVB五小花彈 而這五小花彈之中 就有四位花彈和陳國強關係匪淺 2010年 徐子山因為城市豐富私交混亂 遭到打壓、低谷時期 連鄉息肉的陳國強 伸出了援手為他撐要 有了陳國強當靠山 徐子山摺拍了好幾部電視劇 人氣和口碑有所回聲 穩在當家花彈位置 並注尽了價值不非的豪宅 二人夜夜生歌 瀟灑協議 看得徐子山東山再起 和為無線力捧花彈的中家音和陳法拉 也不甘示弱 曾仙恐後地對陳國強投為送抱 秉持來者不拒的理念 陳國強照單傳收 左右逢源 好不快活 2011年 陳國強被捕在狂追楊宜 似乎想要把五小彈都收齊 楊宜有沒有和陳國強再一起過 至今是個迷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五小花彈中 只有胡幸宜沒有成為陳國強的獵物 一來是胡幸宜的獎商 不是特別經驗的那一類型 她對陳國強吸引力不大 二來是胡幸宜是個癡情女子 她和黃忠澤同居半年 愛黃忠澤愛得死去活來 白衣白順對其他男人視而不見 鐵打的陳國強流水的身寬 2012年 鐵維比花彈高海寧進入了陳國強的海域 這一年陳國強拋棄了徐子山 轉移力捧高海寧 高海寧和徐子山此前關係不錯 兩人一度以好姐妹相稱 然而 為了爭重 兩人的掃了姐妹情報露無遺 昔日好姐妹交互 關係降到了冰點 此後幾年 TVB雖說也有不少新生花彈加入 但不管是名氣和獎商 似乎都沒有之前的花彈優秀 能令人印象較為深刻的也就是唐詩詠 王志文 王翠如和蔡師輩等人了 TVB老闆陳國強秉持在以往的花花造牌 只要看得喜歡的就會出手 其實陳國強最厲害的一點 不是他換女人如衣服 而是他能在家中採奇不倒的情況下 外面採奇飄飄 據了解 陳國強很早就結婚了 他的正宮夫人名叫伍婉蘭 出身優越 知書達理 陳國強早前對伍婉蘭一見傾生 把他追到了手 兩人報入了婚姻的殿堂 伍婉蘭陪著陳國強 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窮小子 到身家數十億的商業大行 而陳國強的成功離不開妻子的陪伴與助力 這幾年陳國強在外面的風流氏跡 伍婉蘭也有所以聞 只要不太過分 他都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有時候鬧得比較大 他又會生氣和採取措施 而看得妻子生氣 陳國強也會暫時疏遠身邊的亨亨然然 等風頭過了再獵嚴 因此兩人多年來相處得還算和諧 除著KVB的沒落和經濟的不景氣 2020年1月 KVB正式宣布消息 稱陳國強將辭任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職務 而他本人也發表了任期內的最後一份新年賀辭 有意思的是 就在辭任前夕 陳國強又拿下了兩個新人 將張希文和馮瑩揽入懷中 陳國強給他們拉茲園一紮千金 不過在陳國強離開KVB後 以往生著巴結他的女星們 現在傳到和他撇清了關係 對他備知不及 完美傳息了什麼叫做人酒茶糧 如今陳國強低調了不少 陷小再有飛聞傳出 不知他是老了玩不動了 還是說玩夠了 想享受子孫成歡失下的退休生活 儘管陳國強已經不在KVB 但圈內一直流傳著他的傳說 那麼今天我們周了都這裏了 請你點擊訂閱加轉發 讓我每日準時為你播報 明星的趣聞趣事 我們明日不見不散 明星的趣聞